這樣一個小秘訣不會被發現 有啊 但是受病啊 有什麼前秘訣對嗎 因為血糖代謝很快啦 所以你大概是前一天晚上 最主要是你飯後喝完飲料 第一泡尿不要給我們檢查就好了 它就不會太高 所以你前一天做 前一天靜一下就可以了 你禮拜四要產前 你禮拜二還可以去吃下午茶 因為你配合代謝 但是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要少一點吧 孕婦 我建議要少吃一點 因為當然孕婦會找好多理由安慰自己 他每次都說 可是醫師 那是保護藥 我覺得我吃的時候 我寶寶好快樂 他都一直動啊 因為你只要血糖進去 寶寶就會動啊 那是好的或壞的血糖 我覺得真的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以前懷孕的時候 我胖20公斤 就是因為我這些東西吃太多 然後寶寶很小 他出來不到三千 他沒有說這些 就胖到胖到自己 胖到媽媽 小孩沒有胖到 再補充一下 其實孕期的體重共識 這兩年會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孕期體重 媽媽瘦瘦的小孩長很大 這小孩有本事 那媽媽增加很多 小孩也胖 那就是公平 那最危險是像亞人這種 媽媽增加很少 媽媽增加很多小孩增加很少 其實長期下來 未來這個小朋友以後 包含他的糖尿病肥胖的風險 其實是增加的 對 所以現在最重要其實是 好好控制懷孕的體重 這是最好的 我知道 有啦 你是現在進行室喔 我其實都有在控制啦 你有 口急 這兩天才去吃甜點 我發誓因為 我雖然有偷吃 但是醫生都會幫我看說 我的體重跟小孩體重 就是小孩比例 而且醫生給我的扣打 最緊繃12 妳現在多少 我現在才胖了9公斤10公斤 好少喔 下個月深 那OK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很控制了 這樣很好了 很好了 對 還要問素欽就是 下午茶還得擔心什麼樣的危機呢 對 你會發現說 最近這些下午茶名店 尤其這些鬆餅店 然後剛才講的那個蜜糖吐司店 都大排長 都是滿滿滿 可是女生很有趣 女生其實 她會克制體重 所以她比如說下午 她真的忍不住 同事說要喝藥 要吃她就都跟著 可是她會晚上覺得說 沒關係 我晚上少吃一點點 所以體重病 沒有非常明顯的飆升 可是呢她就發現 她的體檢數據 就變得非常可怕 除了脂肪肝之外 她就發現 她連那個血脂肪 然後甚至 她就說 醫生說她在這樣下去 她有點那種糖尿病的前期 還沒有真正進入糖尿病 但已經有點什麼 口服葡萄糖耐受性的問題 所以她說 你不要以為你體重沒有變化 可是因為她這樣只是變更了 說我把所有的熱量 都用在下午茶這一餐 晚上我就吃很少 她還是變這樣 好 那我們挑戰這一個好了 好不好 要挑戰 一定可以打槍的 人生就是為了不斷的挑戰而努力 他們有CD 他們有CD 是不是一定這個 他們說 這個好 對不對 好 來看看是什麼 又獲第一名 好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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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圈 雞倫餅 蛋糕 這怎麼得了呢 我的媽呀 對啊 我覺得 那個技術好的師傅 真的是很太 你隨便那個蛋糕 那個光是賣相 你就覺得可以來兩個 對 對 好會弄喔 我知道我接下來講是 違反民眾的期望 那那節目知道怎麼會是吧 你也不聽是吧 但是我要講啊 其實因為現在產品的 內含物越來越多 當然這個裡面包含 麵粉糖這一類 我們就不再講 包含裡面的添加物 大家看這個甜甜圈 其實它要Q 它裡面必須要加一點新的東西 像要加一些有關於麵團的感染劑 麵團的感染劑是新東西 裡面很多的 有些是脂肪類 有些是合成類的東西 我舉一個最簡單 裡面加一個秀酸甲 秀酸甲這個東西 會讓麵團用機器打的時候 才比較有彈性 要不然那個麵粉的東西 一打就散掉了 那要打成有彈性 這個東西在老鼠的實驗 證實容易產生癌症的變化 另外一個三釘清鑲 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可以 裡面如果脂肪類成分 剛剛提到 它雖然不能放太久 但總是要讓它放一段時間 總不能六個小時就壞掉 所以它可以抗氧化 可以讓它維持久一點點 可是這東西放久了 包含我們麥當勞 在使用的一些油類炸的東西 其實是安全的 可是使用多了以後 其實所有的癌症 心血管疾病 甚至肝的腫瘤 有些研究都增加 那我必須要講 這些目前都是合法可以用的 可是多了真的是有危險 那我提一個簡單的概念 包含我個人也是這樣子 我先講那個抽人餅 我個人是 這三樣裡面我只喜歡吃抽人餅 那學了這些營養學概念 我就安慰我自己 我紅豆奶油吃完以後 我一定買一個蘿蔔絲 蘿蔔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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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接下來就是我要講的 營養學概念 我說好這個儀餅不太容易 我會看 他臉都變了 這個叫做營養密度的概念 這幾個最重要的 什麼時候會健康呢 你營養處於熱量 這個指數越高越好 所以你營養的東西越多 營養的東西包含礦物質 纖維質 還有一些植物性的 一些食物的來源 這是最好的 當然在這裡面幾乎都不太容易找到 那下面一個是熱量的來源 我們把碳水化物脂肪跟蛋白質 這一類的東西 尤其碳水化物跟脂肪 減少一點點 這個比重就會增加 所以我現在吃東西就是 如果這個碳水化物多一點 我就想辦法讓它少一點 把上面膨脹多一點點 事實上這個 在吃起來你的營養的密度就會比較好 感覺上自己安慰一下 健康會比較好 那這種指數越高 我們多吃一點好不好 所以我支持 其實陳醫師 他是蠻人性化的建議 他應該會比我受歡迎一點 我都是比較討厭的 但是確實這三樣邪惡食物裡面 最不邪惡就是那個 測文餅的部分 真的是 確實 可是在不邪惡當下 我告訴大家 那四個啊 就是四碗飯 一個一碗飯 這樣子啊 一個一碗飯 如果加蘿蔔絲餅會好一點 蘿蔔絲餅一個也是一碗飯嗎 蘿蔔絲餅一個也是一碗飯嗎 很少見到一個醫生 這麼具理力真的 對 你要不要來一個嗎 陳醫師看你好像滿喜歡的 陳醫師都在這裡 紅豆餅這個部分 像紅豆啦 或是蘿蔔絲 這兩款 我們目前一樣是建議說 如果你要吃的話 是吃這兩個 可是奶油跟花生 是我們比較不建議的 那其他那兩項 我就是簡單帶過 叫做垃圾食物 是喔 就是四個字啦 垃圾食物 因為像這裡 這三個裡面 我真的要我挑一個最不會吃的 哪一個 是那個蛋糕 蛋糕還比甜甜圈恐怖的 對 因為你吃到那個蛋糕 其實有三分之二全部都是奶油 就是它的奶油 可是如果人家生日怎麼辦 對啊 一個月也蠻多人生日的 對啊 什麼一個月 韋汝他們家就沒兩天 就有一個人生日了 沒生日阿公生日 一定得吃到蛋糕 我們曾經去算過 就是在夜市裡面 有些小蛋糕 我們去分析過 其實它熱量最高的是巧克力系列的 像布朗尼系列幾乎都會排第一名 真的假的 因為它比較瘦 比較紮實 然後加上它是巧克力系列的 所以糖分也相對比較高 對 所以有些人他一直吃 會覺得說我沒有吃什麼東西 其實營養學上有一個學理就是說 吃體積越小 熱量越高的 那這種東西就是會讓你 就是莫名的發胖 而且會吃不飽 然後你會想要再割一兩個小時 又要想要再吃一個 而且我覺得那些糕餅裡面還有一個人 他是裝無辜型的 就是你一看覺得他應該是無傷 可是他剛好符合剛才以理說的 就是體積很小又很密 熱量超高的 就是那個東西叫死貢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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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高啊 因為老實看大家覺得他沒有油 覺得外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烤過的 很無辜的乾乾的東西對不對 對 你做過就知道 他很肥 有多肥 他那個其實 你看其實都有一點重量 對 他相對有一點重量的東西 他第一個 麵粉量要用多 當你麵粉量用多的時候 你的油脂跟糖相對比例上也會多 他油跟糖超多的 你看不到而已 對 所以如果你敢做那種東西的話 你一做下去你就不敢吃 曾經我們有一些病人 他自己在做甜點 做完之後他就嚇到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吃甜點 你們可以試著去學學看做甜點 他就知道 因為他乾乾的 你就會塗蜂蜜或是奶油 對 沒錯 降上去 那熱量就又更高 非常高 但其實大家聽我們也總是要吃一點點心 那有沒有健康的 對 是不是自己可以來做 或者是自己想辦法來找一下 有沒有Peple 藝人好像要推薦 我喔 因為我最愛吃 而且我現在當那個人妻了 我真的想要自己做 不想都吃外面 可以推薦給大家 好